高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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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场的呐喊声中 中国速度滑冰运动员高婷宇 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他也将属于中国的奥运记录 留在了国家速滑冠军丝带 2月12日 在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米比赛中 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开幕式起手的高婷宇 以34秒32的成绩获得金牌 同时创造了新的冬奥会记录 进入北京冬奥会周期后 受困于伤病的出现和状态的起伏 高婷宇一度陷入低谷 当天他也敢言 自己如今成绩的取得 离不开背后教练团队的支持与鼓励 低谷期每个人都会有 少不了教练的鼓励跟支持 没有他可能我一八年完事我就退役了 所以他就一直支持鼓励我 给我希望 然后才会达到现在这个成绩 在场下高婷宇是十足的慢性子 当天在接受中外媒体采访时 他语速平缓神情放松 与赛场上风驰电车的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 高婷宇说 慢性子的自己最喜欢刺激感 他也希望有更多人能享受这份乐趣 四年前的平昌 高婷宇在速度化冰500米决赛中摘得铜牌 成为中国首个获得速度化冰奖牌的男运动员 四年后 中国小将在家门口将金牌收入囊中 同时也为中国冰雪运动写下了新的篇章 联合还有新的生命 达联合 杨火